再來我們就是要把在AE裡面把C4D的LIGHT這個版本做成3D資料做Extrait 所以它Extrait其實會Extrait出它的燈光它的攝影機一些資料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CAMERA 可以用Comp Camera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把它裡面的CAMERAExtrait出來去切換 所以你會看到這邊Active Camera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可以切換攝影機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就是它在按下這個AE image layer之後 它就可以把3D算圖的分層變出來 所以除了剛剛的Extrait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AE image layer 所以主要就是1是這個地方 2是AE image layer 再來呢我們image layer 比如說我希望某些效果特別強 比如說是specular特別強 我就可以把這個圖層複製 並且使用鋼筆工具去設定它的範圍 然後可以多疊精神 讓它的效果變得更強烈 這邊是在講攝影機的切換 還有就是一些動畫的設定 所以我們就是說可以先新增一個攝影機 新增一個攝影機 然後你可以對那個攝影機去設關鍵銀盒 所以1是先移動你的播放口 2是控制你的攝影機 3是設關鍵銀盒 所以我們把這個檔案儲存之後 你可以回到 The After Effects 可以 Reload這個C4D檔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 CAMERA的切換去觀察 這個它這裡面其實可以做 創景的一個 應該說那個攝影機的一個切換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先回到 The After Effects 先看一下在這裡 那因為這個檔案呢 其實它的燈光呢 我們現在用這種燈光其實是 拋起來太慢了 尤其電腦上都沒有很強 所以我現在改用這個點光源 改用點光源以後速度應該可以快很多 第二個 我們這邊先看它的 燈光 Shadow None 是ShadowSoft 再來是它的 General Omni Shadow Map Vasic Provenate Detai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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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不管頭在最前面 現在先設一個關鍵影殼 設定完以後先拉到最後 這邊可以切到旋轉工具去旋轉一下 然後也許平移一下 也許拉近一點 這邊再設一個關鍵影殼 所以現在有兩個關鍵影殼 可以看到這邊 camera 可以這樣切換 再來這個檔案我先存起來 存起來以後現在回到Apple Face 我們現在先看這個素材其實必須要做為任務 它明顯的應該已經抓到它在網路 就是已經更改過了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AID INCH LAYER 這個等一下再按 我們先看它的 camera 這邊有C4D camera 我們等一下再動 我們先動這個C4D的SIM DATA 所以它現在就是跑出 它有CAMERA 它有LIGHT 它有C4D 它有C4D 這個C4D 然後再AID INCH LAYER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分了幾個PASS出來 那現在呢 因為它的速度有點慢 所以我們可能要等一下 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先切到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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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可以看得到場景了 那再來呢 我們的CAMERA 我們看一下它能不能運作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 我現在用C4D的CAMERA 它其實是可以直接就 呃 切換 就是可以切換攝影機 那 我如果呢 現在要看到 Standard Final 呃 這邊就要等一下了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先選到 SPECULAR 因為SPECULAR 一定有嘛 那我們這邊呢 SPECULAR出來 點選它以後呢 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設 呃 就是把它的圖層 可能多複製幾層 它的SPECULAR 就會變強 OK 你可以看到呢 像這一層呢 我就直接複製了 DUPLICATE 複製 所以它SPECULAR 就變強了 那你又可以再複製一層 DUPLICATE 它SPECULAR 就更強了 那其實像我們這幾層的SPECULAR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呢 我們先把這幾個SPECULAR 直接認掉 然後呢 這一層的SPECULAR 也許我就是故意這一層 這個位置我不要 所以我呢 我現在使用 比如說像是 舉行工具好的 我現在點選 然後再把這個挖出來 它速度有點慢 那我們其實這一層呢 我就直接 呃 DUPLICATE出來 DUP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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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它的效果 就很明顯的就是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去增強它 那這個畫面你要存出去的話 要怎麼存呢 這邊應該是要用 composition set frame as file 那這邊可以存一個圖檔出去 這邊存檔案的話 直接存一個JPG好了 不要用PSD PSD可能太大 可是它好像 只能選PSD啊不會吧 好像是 所以就是 存在桌面上都可以 然後直接按Render 所以 現在這個檔案應該就輸出了 大根獲勝 請來,請給我 請給我 請給我 早點去 請給我 感谢观看